每個動物都有它與生俱來的生存本能 從小跟在母親身邊或群體關係 學習如何找尋食物以及躲避危險 讓物種能持續生活在自然環境中 希臘去年發現兩隻被拋棄的小熊 為了讓牠們重返自然 訓練完成的小熊也放到森林中 開始嶄新的生活 5月2日希臘的阿克圖盧斯環境中心 在希臘北方的弗勞利納附近 將兩隻一歲大的小熊也放到森林中 讓牠們回歸自然 工作人員製造聲響讓小熊從車裡出來 離開車的小熊還一臉狂恐 似乎有點不知所措 但是下一秒開始探索新環境 準備展開新生活 去年阿克圖盧斯環境中心在北方的村莊 將兩隻四個月大的小熊救出 當時牠們生活在居民的羊圈裡面 無法與媽媽團聚 阿克圖盧斯將小熊取名為 布拉德利和庫薄 用奶瓶餵食並訓練牠們獨立生活 小熊在照護員的訓練下 學習如何在森林中尋找食物 如何在冬天竹潮 如何避開人類及其他基本生存技能 照護員說最困難的是訓練小熊 不要總想從人類這裡獲得食物 兩隻小熊都被裝上了追蹤器 以地後續追蹤 小熊必須有正常的野外行為才能生存 如果小熊不適應野外生活 或常接近人類居住地的話 就必須重新回到收容所中